來,跟各位講,部落格 如果各位還沒有另外 主要是在幹嘛的 因為像班上同學有人是 比如說針對水果的產銷 有些人針對旅遊 有些人針對 比如說我們社大上課的學習 但是有些人沒有定位好 那沒有定位好沒關係 你覺得當作是自己的部落格 那一定要想辦法讓自己的部落格 常常有東西一直增加 所以我就建議各位 其實呢 部落格可以放很多東西的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你看到一個很好笑的笑話 就是那個在哪一個網路上 看到一個很好笑的笑話 那你就把文章剪過來 放 文章剪貼過來 但是文章剪貼過來是有點問題的 人家會覺得 你因為是他的智慧財產權 你把他剪過來可能會有點問題 稍微保險起見 你在最上面最好補上 你是從哪裡 推過來的 我舉個例子 給各位看我的個人網頁 各位都有瀏覽過我的個人網頁對不對 我的個人網頁裡頭呢 有一個叫做網文分享 我這個網文分享 就是從網路上找到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像我找到這個故事 我基本上有一個標題 那個也是那一篇的標題 但是我這邊會稍微加上一個 我從哪裡抓過來的 可以嗎 我從哪裡抓過來 接下來你再把文字copy貼過去 OK 那我舉個例子 好 反正沒關係 我的文章大家可以貼 我舉個例子 如果大家有興趣把我的文章貼過去也可以 我建議各位有一個 你到我的個人網站上 有一個叫做解說心情裡頭 給各位看解說心情裡頭 我這邊都是我自己寫的文章 那沒關係 等一下各位如果要把它轉貼過去 你只要上面再負一行 那個出自哪裡 這樣就好了 我舉個例子怎麼貼呢 比如說我這邊有一個文章叫做 趣味天文無形 然後裡面我這邊有故事是講到 為什麼說要買東西 而不說買南北 好 有興趣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那比如說點進去 你看到這篇文章 我的文章在這裡 還有圖片 這都是我自己寫的 沒關係 所以各位可以copy paste 可能沒問題 OK 所以呢 假設你覺得這篇文章不錯 好 那你想要把它貼到你的部落格 那你可以怎麼做呢 當然 你可以比如說 我就從這個地方 開始選 可是後面這樣選 要拖來拖去 有點問題 沒關係 我這樣教各位怎麼寫 但是選 你點第一行字 就是第一行 這個字的第一個字 點一下就好 然後放開 然後九軸拉下來 然後最後一個字在這 你按著shift的鍵 再按最後一點點一下 是不是全都反白了 有沒有 這樣就全都反白了 好 Ctrl C 然後再到你的部落格裡面 發表文章 好 假設我們這邊 新文章 然後接下來呢 你就把這裡 點一下 Ctrl V 貼上 是不是整個文章都下來了 有沒有 我就說 最好請各位 因為你是從網路上摳的文章 建議各位 建議各位 在標題底下 你最好寫一個類型 像作者一樣 或者是 那個結字 比如說通常有人寫法是這樣的 結字 那個來源 然後打個 文號 然後呢 再到我的這篇文章 位置的網址在上面 把網址摳下來 Ctrl C 好 反白之後 Ctrl C 再回到 這個部落格這裡 按Ctrl V 貼上 你看 他馬上 超連結的幫你做好 這樣子才比較不會有問題 可以嗎 如果你OK了 那你就 當然 標籤可以打一下 當然啊 標籤 像 你可以把幾個關鍵 像 我的名字裡面也是 就是這篇的作者 然後包括 五行 或者是什麼 然後標題 文章標題要撥上去 撥一個上去 好 那標籤打一打之後 發布 那你這樣一下 是不是就增加一篇文章了 可以嗎 這樣很快啊 那我再舉個例子 影片也可以啊 YouTube影片 你看到很多有趣的影片 我舉個例子喔 比如說 等一下介紹各位 可以看一個影片 我覺得還不錯 這個好像我們 在之前過去的上課 有給各位看過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呃 現在我進到YouTube了 對不對 然後我在上面搜尋 有一個是不錯的 叫做 呃 日本的一個叫 輕生大學 好 那我就打輕生就好 然後他是體操 好 然後後面再控 都 中間都控一格 控一格 就是輕生控一格 體操控一格 有大絕 讚 好絕對的絕 然後 讚的這個讚 好 欸 像這裡去看到這個影片 這個有給各位 那 救生有看過啦 不知道新同學 新同學有沒有看過這個影片 我覺得跳得還不錯 簡單的先給各位看一下 好 待會各位再自己去搜尋 然後去找到這個影片 好 一樣啊 你找到這個影片 是覺得你想要分享給大家看到的 所以如果你的部落格 沒有定位一個特別的主題 你只要做自己的 自己的那個什麼 呃 自己的部落格 你收集一些文章 收集一些影片 那也是這樣子 就上次我們在跟各位提過的啊 你找到一個影片之後 按分享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簽入 點簽入之後 是不是看到一個很多這樣子的 把它 反白 有時候不小心你點了 欸 沒有反白 建議各位點在這裡面之後 按Ctrl A 全選 Ctrl C 複製 複製之後呢 再切回到部落格裡頭 點新文章 然後呢 Youtube的影片 別忘記 不是在撰寫這裡喔 你要先切到 HTML 然後呢 把剛才那一串字 Ctrl V貼上 再切回到 鑽形 這樣就會有那個影片 像在這裡 那當然呢 這個標籤 你也可以打入 那個什麼 青森 然後 鬥點 體操 鬥點 大決戰 隨便 然後再點一個文章標題 比如說日本的體操表演 然後 發布 比如說 這邊寫一下 好 打完了之後 發布 那是不是這樣一片又有上去了 所以真的 個人的部落格 不要想太複雜 我們初期 先讓各位 你盡可能 讓你的部落格 一直有東西 一直有東西 一直有什麼東西 好不好 可以嗎 然後呢 慢慢的 如果像未來 如果各位 真的你的部落格 是有特別的作用的 然後你貼了這些東西 你覺得你的部落格 比如說 像有同學是做那個 水果產銷的部落格 那你覺得 跟這個體操表演 放在我的這個 產銷的部落格 感覺不太對 那沒關係 你就在後面再按 刪除就好了 對不對 每一篇文商 這邊可以做整理 刪除 刪除 就把它刪 不必要刪除掉就好啦 好不好 那至少 先讓你的部落格 有東西 好 來 趕快請各位 多加一點東西進去